过了七十岁,没的这三种病,恭喜长寿可期,继续坚持四个切五,七十岁是个坎,那都是瞎说,古代人短命,能七十岁算高寿,所以才这么说。 公园里正在锻炼的刘大爷对同伴说道,今年正逢六十九岁的刘大爷自觉自己肯定是长寿体制,平时坚持运动锻炼,健康饮食的他看上去比同龄人硬朗不少。 然而,一天运动时,刘大爷却在公园晕倒了,好在一起锻炼的王大爷及时通知了家人,并帮忙打了急救电话,经检查后发现,刘大爷是急性脑梗,这一次的突然晕倒和入院经历,让刘大叔对此盛传的七十岁是个坎儿,深信不疑,毕竟之前自己好好的,却突然脑梗了,也许七十岁真的是一道寿命憾。 一,为什么老年人过了七十岁后,没多久就去世? 俗话说人到七十股来稀,很多人也因此把七十岁看成是一道寿命坎,不少人移到了七十岁后,身体感觉会一下子就变老了,而且一旦生病了,很有可能没多久就会去世。 七十岁是一道寿命坎,这种说法到底有没有依据呢? 剑桥大学的研究人员发表在自然上的一项研究,通过对十个从新生儿到81岁老年人的骨髓血细胞研究发现, 七十岁以上的老人血细胞来源会大幅度下降,仅分化于十到二十个干细胞,而六十五岁以下的成年人血细胞则来自于两万到二十万个干细胞, 正是干细胞积累的大量突变,引发了老年人血细胞群体不可逆的减少,诱发了很多衰老相关性疾病。 除了受衰老影响外,移到了七十岁没多久后就去世,还可能和以下三个原因有关。 首先是免疫力的下降,人过了七十岁后,人体产生的T细胞和B细胞会不断减少, 人体免疫力就可能会下降,击退病毒,细菌的能力也会下降,更容易被疾病盯上。 其次,老年人的消化系统变差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随住年龄的增加,老年人的身体各项功能都会出现衰退, 比如牙齿有问题,咀嚼能力就会下降,消化系统功能变差,消化,吸收的能力就会相对下降, 容易出现腹泻、腹胀和便秘等情况,这些都容易引发老年人营养不良,从而导致相关疾病。 最后是精神健康问题。 世界卫生组织提醒,老年人很容易被抑郁症盯上, 长期抑郁就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等的发生风险。 二,年过七十岁后若没得过这三种病,长寿或可期。 2022年,中华流行病学杂志发布了我国成年人过早死的调查, 这项调查涉及十万人,随访十年左右。 结果发现,最常见的前三死因分别是心血管疾病,癌症和呼吸系统疾病。 七十古来西,如果年过七十没得过这几种病,那或许长寿可期。 一,心血管疾病。 心血管疾病多是由动脉周样硬化所致, 硬化的斑块会使动脉管腔变得狭窄,甚至出现破裂。 从而堵塞血管,引发急性心梗或脑梗。 高血压、年龄增长、肥胖、二型糖尿病等都是心血管疾病的高危诱因。 老年人本身随住年龄的增长,心脏功能也会慢慢下降,再加上其他诱因。 很容易被心血管疾病盯上。 二,癌症。 老年人容易被癌症盯上,可能与年龄增长、免疫力下降等原因有关。 而遗传因素、年龄增长及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接触致癌因素等都会增加癌症的发生风险。 三,呼吸系统疾病。 像急性肢气管炎、慢阻肺、上呼吸道感染。 肢气管哮喘等呼吸系统疾病。 在冬天高发,老年人一定要做好防寒保暖措施。 三,七十岁后做好四个切物,长寿不请自来。 人人都想健康长寿。 七十岁以后的老人如果想要健康长寿,一定要做好下面几点。 一,切勿久坐不动,要适量运动。 人体肌肉本身用尽废退,因此平常要坚持适量的运动。 避免久坐不动或长时间躺住。 平时可以做多一些有氧运动加抗阻训练。 比如菊亚铃、拉弹利贷等运动,不过要量力而行。 避免受伤。 运动的同时,老年人可以多摄入一些优质蛋白质。 多吃牛奶、鸡蛋、鱼虾肉以及禽肉等。 二,切勿太过节省,饮食要健康。 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养养科副主任医师佐小霞表示, 饮食上要避免过于节省,尽量保证营养均衡全面。 老年人本身肠胃功能下降,饮食过于单一可能会出现营养不良, 甚至被肠胃疾病盯上。 三,切勿胡思乱想,多参加社交。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脏内科团队发表在流行病学与社区健康上的一项研究, 通过对两万八千名受试者研究发现, 老年人参加的社交多,生存时间更长。 四,切勿不做体检,定期检测身体。 很多老年人觉得年纪大了,肯定会有各种小毛病, 不需要做体检。 中南大学乡雅二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杨燕仪提醒, 本身患有慢性疾病的老年人, 体检要结合自身的慢病进行检查, 比如高血涛的老年人,要注意检测血压, 身高变矮,驼背弯腰,腰酸背痛, 很有可能是骨质疏松症, 要注意做做骨密度检查等。 网传70岁是老年人的一道坎儿, 过了70岁若没有大疾病,或许就可以长寿, 确实随着年龄的增长, 会被与衰老相关的疾病盯上。 70岁之后想要长寿,一定要做好上面几点。